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要來探訪很容易造訪的山茶瀑布 它的下缺點在這條道路的1.5K位置 這裡可以看到一根電線桿 還有草層鎮公所製的水蒸危險寧物汐水 我們可以從道路的旁邊 就可以看到了山茶瀑布了 如果沒有特別的需求可以在上面看即可 在這個轉角處有尊關公這裡 這裡也可以看整個山茶瀑布的全貌 我們要下去瀑布的底部 所以我會嘗試下去看看 我們從這個地方下去 我們下來的時候請小心 翻越這個 可以看到以前有坐階梯下去了 下來的時候請小心慢慢走 這裡石頭會滑我們一定要小心喔 慢慢走就好了 這裡還有繩子 輔助繩慢慢下來 很容易就可以下到溪底了 它這個石頭比較絲滑 下來的時候請小心喔 它的瀑布也是很秀麗的 這個石頭應該都是屬於阿里山那種 岩子啊 可能是阿里山山脈的石頭啊 我們下來了 在右側這裡有一個岩洞 還蠻大的岩洞 岩窟喔 然後我們再繼續往下走 走到它溪谷的位置 這裡就是山茶瀑布了 山茶瀑布也是當地人的水源阿 所以前有水管 它瀑布也是分為左右兩側 左側這裡的水量比較豐沛 右側是屬於鑽鑽細油 應該封水期的時候 或發大水齁 它這邊 右側這邊才會 水量比較大啦 我們來看一下它瀑布的全景阿 繞一下瀑布 因為現在已經屬於 枯水期阿 十二月阿 都枯水期了 所以水量並不大 這裡應該也是有人來汐水阿 這裡等於是個亂石 亂石堆阿 它這個溪流的下方是亂石堆 我們可以往下看 整個陡峭上來的 非常的陡峭 我們欣賞它瀑布附近周圍的景致 這裡不知道有沒有魚蝦阿 看不太出來 好像沒有 看不太出來 我們來繞一下它 周遭的環境 我們現在往後看這裡 就是我們下缺的位置 它有用 南竿封起來 不讓人家下去阿 不過來這裡 我覺得還蠻安全的 這個瀑布看起來就是蠻秀製的 蠻漂亮的瀑布 風水旗的時候應該會比較漂亮一些 風水旗的師後應該會比較漂亮一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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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了我们已经休息完毕了 我们就离开山茶瀑布了 山茶瀑布多年前我有来过一次 现在我们就沿路走回去 走回去的时候也是要小心慢慢走 盘爬这个岩石了 山茶瀑布算是蛮亲民的一座瀑布 它是属于单程式的悬挂式瀑布 它枯水期的时候 水量其实这样子也算蛮大的 这样子我们就爬上来了 所以大概上下切 应该不用一分钟吧 坏的话 搞不好几秒钟就下去了 好了我们就回到了它的下切口这里了 那山茶瀑布的探访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 订阅按赞 加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